随着疫情趋缓 我国今天起也将大幅度放宽防疫限制 其中包括入境免筛减 不过还没有完整接种疫苗的特定群体 入境前后还是需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同时还必须隔离五天 卫生部长凯里今早发文稿宣布 凡是18岁或以上已经完整接种疫苗的人 不论是公民或非公民 入境都无需要隔离 另外18岁或以上没有完整接种者 必须在入境我国前两天进行聚合煤炼检测 或抗原快速检测试剂 并在抵达我国后的24小时内 在专业医护人员监督下进行线上或线下 抗原性RDK检测 任何在国际入境处被发现有症状的人 都必须由专业医护人员安排接受冠病检测 文告也补充 所有入境者依然必须出示 Mindsjatra应用程序内的旅游卡